最近哈尔滨旅游十分火爆 南方的游客深陷东北的美食无法自拔 比如铁锅炖和锅包肉实在太香了 很多人都疑惑 东北菜这么好吃 怎么没进八大菜系呢 这里给你们一个答案 因为东北顶级名菜都被写进刑罚里了 大家听过相声的报菜名吧 征兄长征路尔就是东北菜 中国首届出王大赛 东北菜代表刘敬贤以一道兰花熊掌名菜 一举夺得大赛冠军 放到现在最少是五年起步 东北曾有句老话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 飞龙就是东北说的龙肉 学名花尾真鸡 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东北菜的小鸡炖蘑菇 最初炖的就是花尾真鸡 现在吃了直接进橘子 除时无奈换成了野鸡 结果没过几年 它也升级成了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这时大家才知道 它的学名叫环井质鸡 吃完照样进橘子 厨师只好再次改良 换成了现在的嘉禽鸡 东北还有句老话 棒打袍子瓢咬鱼 野鸡飞进饭锅里 这就是当初东北的民间食谱 如今里面两样成了保护动物 这句话自然也就成了入狱指南 现在的东北菜第三线是素菜 当初它的名字是同龄字 第三线 相当硬核的荤菜 三线指的是老虎 熊和鹿 后来厨师一看这三个伤不起 吃哪个都得进橘子 只能默默的换成了素菜 把菜名也从仙人的仙 换成了新鲜的仙 用茄子 大辣椒 土豆当了替代品 以前的铁锅炖 炖的都是丹顶鹤 飞龙等国家一二级保护动物 现在无奈换成了大鹅 也让大鹅的身价大涨 当初满汉全席就有很多东北菜 我们看一看以前的东北菜谱吧 如今都已经写在了刑法里 这让老一辈大师级的名厨差点自闭 现在大家明白了 为什么东北菜没在八大菜系里吧 因为当初它是宫廷菜 不可能自降身段 进入民间的八大菜系里 故事就讲到这里 下期再见